徐大夫,我之前脱发一直都是联合用药 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敢用菲娜熊暗了 但用米诺蒂尔可以治好脱发吗? 使用米诺蒂尔可以治疗脱发 但是并不能治疗所有的脱发 米诺蒂尔一般是用来治疗熊激素脱发和斑秃的 米诺蒂尔的一个作用机制 就是它可以改变毛狼的一个生长周期 开放假离子通道 改变毛狼周围的一个血运情况 从而达到促进毛发生长的一个目的 但是我目前的脱发类型其实有很多种 除了常见的熊激素脱发,斑秃以外 还有肠后脱发,营养代谢性脱发,精神性脱发,物理性脱发等等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脱发类型都适用于米诺蒂尔 此外米诺蒂尔药物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你是前额脱发,特别是M型脱发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由米诺蒂尔基本上是无效的 米诺蒂尔的一个品牌洛剑 在进行FDA认证的时候 就在产品中特别标示出来 不适用于前额脱发发现稀疏的人群 还有就是,如果你毛狼已经完全闭合 这个时候,毛狼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形成了一个永久的脱发 那无论你是用米诺蒂尔还是用其他的脱发药物 都已经没有办法让毛狼恢复如初了 也没有办法重新长出头发了 另外,任何药物的使用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米诺蒂尔也不例外 米诺蒂尔常见的副作用有多毛症 局部搔痒,刺激性皮炎等等 而且涉及到个体差异 有一部分患者呢 也可能会出现心动过速的不良反应 所以说呢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米诺蒂尔 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不过除此之外呀 治疗脱发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只要用对方法呢 脱发一般都能改善 像开头私信我的这位朋友啊 我已经把他的脱发改善方法呢 单独发给他了 大家如果有脱发问题呢 也可以直接私信问我 我都会一一解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呢 感谢大家的一店三连